我经常给大家说的 前面的主歌要用什么方法去唱它 要用气声去唱它 然后我们讲故事的你看 这夜色多繁华 用气声去唱 不要用大白嗓 很多同学唱歌是用大白嗓 这夜色多繁华 有多少同学是用这个声音唱歌的 这夜色多繁华 这个就是气声 什么叫气声 喘气气声你看 对不对 风吹乱 这样去唱你看 风吹乱我头发 这个头字也用到了下华音 风吹乱 这个吹字 这个吹字我们把它打到一个红色 要把它唱的推开一点点去唱它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求不要唱的太拖 为什么 因为这个歌曲它的唱完了之后一句它都是什么 休止符 它是有休止符 所以我们把第一句第二句连起来唱的时候 不要拖得太长了 要把它唱唱短一点就是 是不是 你看 你看这夜色多繁华 不要拖 也不要拖 有没有同学唱歌就是 这夜色多繁华 就拖了啊 就拖了 所以我们自己在唱的时候你看 这夜色多繁华 断开 风吹乱我头发 对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走第三句 接遍 接遍年人 将这喜富情花 你看 接遍 这个鞭字 红色的字 我们要把它唱拖长 你看 接遍 接遍年人 对吧 接遍年人 这个人字 我们把它唱一个上华音 人 接遍年人 将这喜富情花 人 把它推上去 幸福 幸这个字也要拖开去唱它 幸福的幸字 也把它唱重一点点 把它唱一个拉动感出来 接遍年人 将这喜富情花 然后再落下来 勾起心底的伤疤 勾起心底的伤疤 声音把它说到胸腔里面来 叹气 伤疤 两个字 用气声去歌唱 你看 勾起心底的伤疤 我们把第一句到第四句 连着唱 你看 这夜色多繁华 风吹乱我头发 接遍年人 将这喜富情花 勾起心底的伤疤 好 好 好